最近天气逐渐变热 肠病毒来到耗发期 根据疾管署上周资料统计 共有9256人因为肠病毒就医 更是过去10年同期最高 最近就是发高烧的小孩来看 我们检查口腔或者是手脚 就有些都是出现水泡 这就是一个肠病毒感染的征兆 我们去问说你的拖婴中心或幼儿园 有没有同班的同学或同幼儿所的 有感染的现象 他们都会回答有 所以是代表说那个疫情已经在升温 肠病毒主要感染孩童 但大人也有可能受到感染 家长更要留意卫生 肠病毒它还是透过一些分泌物 口腔或是一些痰的分泌物 所以就是建议如果自己有觉得 自己症状生病不舒服的话 在你打喷嚏或是醒完鼻涕 眼睛鼻子摸完以后 一定要用肥皂来洗手 另外肠病毒71型第68型 最近已有死亡个案 如果孩子出现这些症状 不可轻忽 所谓神经穴的重症 比如说就是脑炎 或是他们会像第68 很容易引起那个急性无力的急水炎 就小朋友就会有点瘫痪 那家长要注意哪些症状 会怀疑小朋友有侵犯到神经系统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小朋友试睡 就昏睡不好叫醒 然后意识不清 然后比如说持续性的呕吐 那另外如果说肢体它无力或瘫痪麻痹 那当然就是一定要立刻秀医 一时提醒除了注意卫生 两个月到两岁以下幼儿 也可以自费施打肠病毒71型疫苗 降低重症发生的几率 大爱新闻周末荣电影中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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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的几率